这是寄辽军务左都督朱梅的墓 虽然他最大是家族的首领 但是他儿子这个我太牛了 这位朱公 哎呀 我从来没和一个锦衣卫站这么近过 名啊 飘骑将军 锦衣卫指挥使 朱公墓 哎呀太牛了 山海关总兵朱梅墓 一只望柱 来的时候我以为这只望柱啊 它残缺了呢 没有云板 后来我发现确实没有差云板的地儿 它应该是本来就没有云板 这个东西就不会混淆成华镖 它是纯望柱 我以为只有一只另一只缺失了 没想到刚才看那边还有一个 咱们现在看看去 这对望柱看样子有七八米高吧 上面立着这个卧室 非常漂亮 并且保存的非常完整 哎呀我真佩服这个隋中县政府 他们把这个 朱梅这个将军的墓 保存的相当的完整 除了领寝门门额的匾不见了以外 其他的全在 对还有这个 石牌方上面也缺了几只这个脊兽 其他的保存的相当完整 不但圆寝的石雕保存的完整 就连这个圆寝后边的这个墓种 侮宿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各自的墓碑都还在 为这种文物保护力度一定要点赞 大大的点赞 我这根拍摄的家长杆是一米八 现在这么看 这只狮子板板的比天安门广场那个狮子要高 也比传说中这个十三爷印祥他们家门口那对狮子还要高 这就是明代狮子的气魄呀 并且非常漂亮 这是寄疗军务左都督朱梅的墓 虽然他的是最大是家族的首领 但是他儿子这个我太牛了 这位诸公哎呀 这这这我从来没和一个锦衣卫站这么近过 明啊 飘骑将军锦衣卫指挥使诸公墓 哎呀太牛了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这这明代这四里坚太监的坟到时见过 到时去过 可是这这锦衣卫这个第一个头一回啊 头一回见 哎总能让我吹本天牛 这锦衣卫指挥使旁边的是他弟弟 不是这这位诸公 我为什么这背上一个字都没有啊 哎呀这他们家这些墓葬很神秘啊 好厉害 好厉害厉害厉害 但是他们的人生已然是很传奇的 后来呢经过翻阅史料 我发现他的四个儿子 也就是他坟前的这四座小坟种下边的墓主人 他们的人生更为传奇 简直可以用扑朔迷离来形容 详细的点评将在下集播出 点个赞支持下呗 我是走进古迹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再见 咱们再见